王妃 展公主殿下来了 母亲来了 阿月 赶快去备早膳 是 母亲一早过来 定是没用早膳 这是母亲第一次见你 免不了她会提起之前的事 会埋怨你几句 你可千万 我知道了 放心 叩见长公主 自律这场闹剧 让我日日揪心 知道你昏睡了两日 我昨夜翻来覆去 好不容易忍到天亮 就赶过来了 阿妩让母亲担忧了 这次 若不是你的女婿力挽宽 恐怕 你真见不到女儿了 瞧你这样子 这么着急 替自己的夫君邀功 不怕人家笑话 贤婿 这次你劳苦功高 我看 岳母大人言重呢 快坐牢去 嗯 当年我们一家人每日一早 都要在相府擅堂一起用早餐 喜乐融融 多好啊 是啊 父亲定了规矩 毛十一科起床 毛十二科 祭拜 背诵狼牙王师祖训 毛十三科 用膳 我和哥哥 都不敢贪床 怕父亲责骂 每次你和苏儿要是起晚了 都是母亲护着你俩 岳母大人 不如我们便吃便聊 豫章王 或许你也知道 我本来 是不同意你和阿妩这门亲事的 母亲 阿妩 岳母大人请说 岳母大人请说 阿妩是娇生惯养的郡主 你是嗜血沙场的大王 新婚之夜 你不告而别 让我女儿蒙受屈辱 身为母亲 自然是忧心愤怒 豫章王明世里笑大意 想来我的心情 你皆能明白 当初 的确是我错了 不过阿妩一直与我说 你对她甚好 曾多次救她于危难 听闻这次 你不顾危险率万人急行军赶回相救 我这做母亲的 也还是要谢谢你 还请豫章王 提须我一番慈母之心 善待我的女儿 我在此以茶代酒 就此谢过 岳母大人放心 此生我定会善待阿妩 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好 子澹 你醒了 我倒快被你吓死了 子澹 子澹 姐 你说 如我现在要一整 你与谢家 是否会助我 也想到母亲有家不愿回 要长居此安寺 我心里对父亲就充满了怨恨 他们表面上和和美美的 背地里 却存在着所有 我不知道的隔阂 锦儿 叩见王妃 大王 你在干什么 你 你说呀 听闻 三皇子殿下为救王妃受伤 想着王妃定会去探望 所以提前去库里 准备了一些补品 药材 知道了 那 静儿先告辞了 如果我说 我不想你去见他 只需要 says 言论 你说